香港的局势越来越紧张 现在国际关注的焦点就是 一个人叫黎智英 因为黎智英被逮捕之后 他在美国的一些舆论 替他呼冤奔走 甚为强烈 英国的国会 也得到黎智英的儿子去游说 由国会议员 将他点名 跟中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就挂钩 英国这样说 是立此传召 这个也不是第一次 说这个港版国安法 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也都说通緝这八个海外的香港人 也是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但是这些说话 说了是现时 是看不出有任何的效应